树玉郡而风不止 如果美国想轻风作浪的话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好了 我想他的这个有关的言论呢 再次的暴露了美方唯恐南海不乱 在极力挑拨离间 地区国家同中国关系 干扰破坏中国和东盟国家 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图谋 那么美方公然都违背了 在南海问题上 主权问题上不吃立场的承诺 不断的挑衅 一方面呢 派大量的先进的军机军舰到南海来炫耀武力 另一方面呢 发表所谓的声明 来破坏地区国家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 这种做法其实只会让世人更加看到了美方的虚伪和霸道 那么大家都知道 美国到现在他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国际上的平平的毁群退约 对国际法是合则用不合则弃 推行的是强权的逻辑和霸道的做法 我记得这几天我还看到美国国防部部长艾斯伯的一句话 他说美国用实力不要有善意 用实力来说话 那你想如果只用实力来说话 这跟动物界 丛林法则有什么区别 再有实力 如果没有善意 他只会 如果没有善意 实力越大越强大 他就越是祸害 他就越是更大的麻烦的制造者 但受到制裁 中国也不怕 数于尽而封不止 如果美国想先锋 先锋作浪的话 那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好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